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大的州 也是世界上面积第七大的行政区画 阿拉斯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距今约一万年前的冰河时代 当时由于冰川大面积形成 导致全球海平面下降 白令海峡的陆地部分露出海面 形成了白令海陆桥 此时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岸的艾斯基摩人的祖先 跟随兽群经过这座海陆桥 从亚欧大陆来到了北美大陆 阿拉斯加这个名字源自阿流申于 字面意思为海洋之极 1648年 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探险家谢苗 伊凡路维奇迪日涅夫带领的船队 在北极地区探险时 被海上的风暴吹到了阿拉斯加沿岸地区 伴随着俄罗斯探险队到达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蕴藏着巨大的动物毛皮财富 被外界发现 外来人携带的病菌 使80%的阿流申人死于旧世界疾病 1742年 受雇于沙俄的丹麦航海家维塔斯 白令跟随着俄罗斯海军船队在北极探险 当他沿着西伯利亚北部的海岸线南下时 当地的楚科西人告诉他 海的对面还有陆地 随后 白令在沙皇的资助下 开启了新一轮的北极探险 他相继发现了阿拉斯加 及其附近的阿流申群岛 科曼多尔群岛 现今亚洲和美洲交界处的白令海峡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8世纪末 西班牙成为欧洲海军实力最强的国家 为了彰显实力 西班牙派出了数支探险队 去往世界各地 其中的一支就来到了阿拉斯加 1789年 西班牙在加拿大的诺特卡湾 建立首个西北太平洋殖民地 并逐步北上圈地 宣誓对阿拉斯加的瓦尔迪兹 和科尔多瓦拥有主权 不过 这种肆意妄为的举动 在西班牙的海军力量迅速没落之后 就即刻停止了 1799年 俄罗斯探险家兼商人 舍利霍夫 同贵族尼古拉 列扎诺夫 合伙在阿拉斯加 建立了俄美贸易公司 该公司于同年 获得沙皇保罗仪式的特许 赋予其管辖俄署北美 阿流申群岛至北纬55度地区的特权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 俄美贸易公司的利润出现了下滑 到1823年 沙俄政府从商人手中收回了俄美公司的控制权 1854年 沙俄陷入克里米亚战争 此时一位名叫桑德斯的美国人 以商人的名义拜访沙皇弟弟 汤斯坦 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三年后 这位大公就向沙俄新上任的外务大臣 戈尔恰科夫公爵 建议向美国出卖阿拉斯加 由于事情重大 戈尔恰科夫公爵只好向沙皇报告 没想到沙皇竟欲比批示 此事值得考虑 不过 这位外务大臣并不赞成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他设局硬是把此事压了十年 在这十年间 拉耶维奇大公成功与财务大臣赖腾结成同盟 1866年9月 赖腾在向沙皇递交的报告中指出 为长青外债必须尽快筹集450万卢布 由于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竭力奔走 不久沙皇终于明确表示 同意出卖阿拉斯加 有鉴于此 沙俄决定向雏英 法两国以外的欧美强国们兜售阿拉斯加 而最终竞标的 只有跟沙俄关系要好的美国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林肯政府曾向沙俄求援 并陨落战后将支付720万美元作为报酬 亚历山大二世 欣然接受林肯政府的求援 派出舰队前往美国南部海岸拦截英国军舰 为北方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注意良多 然而南北战争刚刚结束 林肯便遇刺身亡 由他主导建立的美俄同盟 有声变得危险 林肯生前陨落 给予沙俄的720万美元报酬 乃是两国政府的私下约定 并没有正式通知国会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想到一个折中方案 利用沙俄给予抛售阿拉斯加的心理 说服国会用720万美元购买该地 从而成功地向沙俄支付英德的报酬 沙俄也希望通过这笔买卖 借助美国阻挡英国通过阿拉斯加 染指西伯利亚的可能 沙俄原来的卖价是1120万美金 俄国人为了尽快达成交易 暗地里贿赂了美国议员 此时美国刚结束内战 国库空虚 于是在谈判时 洛西尔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主管 别利蒙特筹错了这笔款项 就在俄美双方谈判已接近尾声时 美方代表国务秘书休阿尔德 对条约的第六条款做了改动 将500万美元改成720万美元 随后在1867年3月30日的凌晨4点 双方签订了阿拉斯加哥让条约 沙俄外务大臣戈尔恰科夫 随即敦促美方将钱转入伦敦巴黎银行 这个成交价格意味着每亿美元 买来了200多亩土地 主持这项收购案的国务卿西华德 因阿拉斯加当时不被人看好 而受尽了嘲笑 阿拉斯加也被称之为西华德的冰箱 成为伴随他一生的笑柄 美国收购阿拉斯加30年后 阿拉斯加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黄金资源 其中仅诸诺大金矿开采44年后 便为美国赚得了1.5亿美元 是当年购买阿拉斯加费用的近21倍 在阿拉斯加发现巨量黄金的同时 勘查人员还在当地发现 储量惊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在此后的百余年时间里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逐渐取代淘金业 时至今日 阿拉斯加州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依然来自油气产业 除了油气产业 阿拉斯加还富含煤、铜、鑫、铅等矿产资源 银业和鱼业资源也极为丰富 作为交易的另一方 沙俄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激化了国内矛盾 俄国被迫进行从上而下的农奴质改革 改革就需要用钱 于是美国又从沙俄人手里 买来了阿流申群岛 二战爆发后 日本发动了阿流申群岛战役 美国这才意识到阿拉斯加的战略价值 从地图上看 阿拉斯加除本土部分外 还包括南北狭长 且支离破碎的阿拉斯加狭地 狭地面积9万平方公里 仅占全州的5% 但它南北长度 几乎挡住了加拿大西海岸一半的海岸线 阿拉斯加的首府诸诺所在的辖地 虽然与本土部分有陆地相连 但因高大的山脉和冰川的阻挡 使得首府与阿拉斯加本土并没有道路相连 阿拉斯加最初的首府并非是诸诺 而是希特卡 1799年 俄国在辖地建立起殖民时期的第一座城市 希特卡 俄国以希特卡为基地 不断向南扩张 俄国的扩张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 为防止俄国联合美国夹击英属加拿大 英国需要和俄国划定北美地区的边境 1825年 英俄达成了圣彼得宝条约 圣彼得宝条约的签订 意味着俄国不仅获得了阿拉斯加半岛 还获得海湾东岸的群岛与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 阿拉斯加一守14年后 来自希特卡的工程师诸诺 在辖地的雪崩谷发现了大量的沙金 1881年 在黄金发现的地区 建立起了美国接手阿拉斯加以来的第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以开拓者的名字命名为诸诺 从1880年第一座金矿 被发现到1900年的20年间 诸诺的黄金产量一度跃居世界第一 与新兴城市诸诺相比 经济严重依赖补经业和皮毛贸易的希特卡 逐渐走向了衰落 从1880年到1900年 诸诺从最初荒芜人烟的地方 变成了拥有一千八百人的阿拉斯加第一大城市 1900年 经过诸诺商人的努力 美国时任总统麦金来 签署了阿拉斯加法案 正式决定将阿拉斯加的首府 从希特卡迁至诸诺 早期阿拉斯加的城市 主要是以矿井为基点建立的 彼此之间相互孤立 随着面积更广阔的本土地区的矿产资源陆续发现 阿拉斯加本土经济逐渐超越面积狭小的狭地 1914年 一条连接阿拉斯加本土的铁路破土动工 安克雷奇作为修建铁路的港口 而逐渐兴起 二战结束后 位于美苏前沿的安克雷奇 凭借完善的交通 成为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 借助着美国军方的扶持 1950年 安克雷奇人口 比1920年代增长了7倍 达到1.1万人 成为了阿拉斯加第一个人口过半的城市 1959年1月3日 鉴于阿拉斯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美国宣布 将阿拉斯加从海外领地 升级为联邦州 1960年代末 安克雷奇附近发现了石油 安克雷奇人口再次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从1960年到1974年 阿拉斯加州曾三次提议将首府牵制安克雷奇 然而首府的搬迁 可能让阿拉斯加州背负巨额债务 因此经济发展已全面超越朱诺的安克雷奇 并未成为阿拉斯加首府 如今的朱诺 凭借着优美的峡湾地貌和冰川风景 成为了著名的旅游圣地 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阿拉斯加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中文字幕提供